我是在五年前 通过同事悠悠地分享 我认识到陈彦 也是在五年这个期间 我一步一个脚印 慢慢地升到 陈彦珍珠经理这个级别 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 之前也有过想要放弃 但是主旨的故事 给了我很大的启发 其实慢不一定代表不好 而是我们如果放下是对的 我们愿意不断地去扎根去学习 而且坚持不放弃 一定会有成功的一天 对我来说在陈彦里面 最大的收获应该是个人的成长 和当我们的努力和进步 被肯定的时候那种成就感和价值感 在学习营养免疫学之后 你要学着我会去跟别人去分享 在我们分享的过程当中 会面对很多的拒绝 所以刚刚开始我也会很受伤 也不好意思跟别人开口去讲 但是通过深入的了解之后 我发现 其实分享陈彦不是在贩卖产品 而是我们在分享一个健康的观念给别人 因为在当你分享一个正确的观念 你也希望别人能够在日常的生活中 知道如何去维护健康 分享陈彦是要带着一颗关怀的心去帮助他人 是以爱为出发点而不是以利 所以说我们首先最重要的其实是要摆对我们的心态 然后我们要自己不断的去学习 让自己变得更加的专业 从而也可以让别人更加的去相信我们 从而愿意去了解 并且慢慢的去接受成员 再来就是希望可以 事业再上一个台阶 所以有了目标 我会努力的去规划 然后全力以赴去付诸行动 去把这个目标实现 也希望我在之后可以带领的团队 可以更加强大 也可以让他们增加更多的收入 我相信越努力就会越幸运 未来也一定会越来越好的